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轻松聊的学习系列 我是林晨映 这是一系列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当我们在买卖股票的时候 证券分析的时候呢 所得到的财经资讯 我们怎么去解读 那后面的话怎么样去做投资 怎么样形成我们的决策 目前进行到的是第48个单元 基本面里面的个体分析 个体分析里面的股价净值比的第一个部分 不同的股票 它所适用的财务比率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从财报到财务比率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当你真实要选股的时候 要上战场的时候呢 怎么样去做运用 好 接着我们来看看呢 什么叫做股价净值比 股价净值比的话呢 这等于股价跟每股净值 它的一个比值 股价当然每天变动嘛 你股票每天涨涨跌跌 对不对 但是净值的话 就是每季的财报出来之后呢 财报上面就会有 总资产减掉总负债 好 那每股的净值的话呢 就净值跟股本的一个比值 好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呢 想要用这样子的比值的话呢 好 你就找到净值之后 然后呢 把变动的股价 好 把它除 好 这个数字就出来了 好 那用这个方法的人认为说呢 公司的股价跟它的资产真实价值有关系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再讲本益比 先前本益比的话就说呢 因为本益比的人认为公司的股价跟它的获利有关系啊 一家公司开了之后 当然你要分配给股东的就是 赚钱之后可以配股利嘛 好 所以这是本益比的观念 但是呢 这个公司如果没有赚钱 或者它赚钱可能会波动比较大 公司还是有它的价值 它有厂房啊 有机器啊 有设备啊 有专利啊 有成品啊 有它进口的原物料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有所谓的资产的价值 那这种观念就适合用什么 股价净值比 通常来讲的话就评估股票的相对价值 它会有一个历史的表现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它的意思是呢 公司的股价是净值的几倍 好 净值我们刚刚讲哦 就是资产减掉负债对不对 所以公司剩下来的 有人讲叫清算价值啊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把这家公司 通通把它卖掉 卖掉了以后 然后把钱还的负债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公司剩下来真正的价值嘛 那但是股价是波动的啊 股价的话呢 如果比净值还要高 那就代表说大家认为说 这个公司会赚钱嘛 那赚钱了之后呢 它这个净值是越来越高 但是如果公司是会亏钱 亏钱的话那它的净值不就会被吃掉 所以净值大家感觉会 以后会比现在还要低 所以这个比出来就有意思 就通常来讲的话呢 如果它的股价净值比是一倍 那它的股价就相当于净值 那大部分人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公司是这样 就是开了的话当然是为了赚钱 所以大家基本上会把这个公司当成是 它会往赚钱的目标上面去走 所以一般来讲 股价会比净值高 但是也有一些公司 股价会比净值低 我们等一下会为各位投资朋友呢 来讨论 好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公司的话就有两种的价值了 我们刚刚讲这个净值对不对 就把这个公司啊 总资产减掉总负债 通通清了以后呢 剩下的钱 这公司的价值嘛 但是有个叫做市值 市场给它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股价会波动 那股价的话又跟它的股本 两个乘起来的话叫做市场价值 所以一个叫做净值 就公司的清算之后 资产减掉负债之后的 真正的价值 有一个的话是市场上面 股价波动的价值 那一般我们刚刚讲说 市值会比净值高 因为大家预期它会赚钱 同时还有些无形的资产 比如说公司创立了 然后有一些经验值啊 有一些专利啦 然后有一些的成品 有一些东西是存在的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 市值会比公司的净值还要高一点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市净率 就股价跟净值的比较 就是说呢 股价是净值的几倍 如果它比较低的话 是不是代表股价比较接近净值 所以如果说呢 市净率股价净值比 或PB都可以啦 有很多人称呼它的名称 但是就是股价净值比 如果比较低 那代表这比交易 通常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好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当我们在做进场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你选股 或者是说呢 你想要去挑股票 通常的话一般 本净比不宜太高 不宜太高 那为什么呢 底下有这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 说金城武投资一家公司 这个公司的股价是100块 每股的净值的话是50块 所以它的本净比 就股价净值比PB 市净率都可以 就是100除以50 所以等于两倍 对不对 那当这个股票大跌 跌到50块 但是这个公司的净值还是50嘛 所以它的本净比就变一倍啦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去买的话 你以公司的净值买到已经挂牌上市的公司 那你如果自己去开一家公司 然后呢 把它的业绩 客户 然后跟公司的员工 都弄得好好的 在上市挂牌的话 哇那需要多少的时间跟成本 结果你用净值就可以买到 那是不是感觉上比较划算呢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 本净比 国家净值比 如果低于1 股价可能低估 那么但是到底多少算高 高估呢 基本上要观察 因为不同产业的股价净值比 它的市场上给的标准不一定 还有这家公司的话 也有个历史表现的股价净值比 好我们看下一页 那么 最早 应该不是说最早啦 就是说呢 提到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的人 就叫做格拉罕 他是价值投资支付 他说呢 如果投资标的的话 以低于轻算价值的价格购入 就是物超所值 我们刚刚讲 这个公司把他的资产减掉 他的负债 哈不浪当得到的 就是这家公司剩下的钱嘛 但是其实这个公司 可以撞到获利 这个公司 他有他的经验值 这个公司的话 有他未来的前景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认为就是说 低于轻算价值买的话 应该是物超所值 那他是 格拉罕是谁呢 还有人叫他证券分析之父 那么他其实就是巴菲特的老师 那他分析的步骤就是说 这公司到底值多少钱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公司 假设值50块 结果呢 跌到30块 哇那 30块比50块低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承接 那么股价迟早有一天会反映到 它应该有的价值 行情不好的时候大家不敢买 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敢买 那他就会回升到他的 30块会往50块靠近嘛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出托了 那他所提到的步骤是这样 当然后面也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的方法 跟操作的方式 我们会一一的为投资朋友来做说明 好我们看下一页 那么我们 刚刚有提过的说呢 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那么其实也蛮可以适用在指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指数里面的公司是这样 有些的话是获利还不错的 有些虽然没有赚到钱 但是呢 公司有它的价值 有些甚至于是亏损 但是还是有它的机器厂房设备 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如果凭看指数 用股价净值笔的话可以做参考 好那么接着呢 这就是我们从民国108年的11月份 那这里是民国109年 那一直到109年的12月 那么为各位所列出来的股价净值笔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呢 它曾经一度的最低跌到1.43 然后最高的话呢到2.16 也就是说随着股市的上涨 其实这个股价净值笔就垫高了 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 股价净值笔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投资 会是一笔比较好的交易 但是1点几跟2点几 这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再把时间拉长来看 各位这个是民国90年了 民国90年 就是呢20年前了 20年前 那这个是呢 台湾集中市场的国家净值笔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呢 它其实就是在1 到2.5中间做波动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的1.几到2.几 其实是它的中间波动的数字 最差的时候是1 就是台湾的集中市场 跌到这个公司 以指数来讲 只跌到它 就跌到它的净值了 你都不管这个公司到底会不会赚钱 但是真的只有跌到它净值一倍 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它获利 它还能够获利 它的净值会累积嘛 所以它当指数代表 这么多公司的平均值 跌到净值的时候 其实真的非常的便宜啊 它没有它把获利能力 无形资产跟未来前景放在里面 就杀过头了 各位那这里就是金融海啸 当时我们台湾 股价指数呢 那么3900多点 非常低 好 那这里的话呢 哇 接近2.5了 非常高 在民国啊 96年的时候呢 曾经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好 那重点当然是现在呢 重点当然是2021年啊 好 在这个录影的时间我们怎么看 各位那你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这个 股价净值比已经上来了 我们如果再往前比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呢 在2021年台湾集中市场的股价净值比 大概是近20年来 前三高的 那这里是最高嘛 这里也非常高 那么我们这边 因为2020这里到109年 那但是呢 110年的1月份 因为它整个月份还没有出版 所以台湾证券交易所 还没有做统计 但是我们知道说 因为1月份股价要涨上去 所以它这个数字还会往上垫 各位那所以是20年来的前三高咯 那20年来的 前面出现很高的时候 后来怎么样 各位我们发现说 大家在2以上啊 这里2以上 这里2以上 这里没有到2 那2以上的话呢 可能会上去几个月 或者是说上去又下来 大家在2以上的时间不多 换言之2以上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就要比较谨慎 那这就是股价净值比 给我们的意义咯 如果我们用股价净值比来看指数的话 那么在2020年底 攻到股价净值比2倍以上 那2021年的话还继续往上冲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它能够在相对的这种高点的时间不是很长 也因此呢 如果再往上走 操作上面就要保守 它就是这种股价净值比 对我们来讲 投资就有一个可以去参考的价值嘛 各位那看 杀到一倍的时候 3955点 那是近20年来的最佳买点了 目前来讲呢 还没有再一次跌到那里 可能就是呢 接近了1.5倍以下的时候呢 可以注意相对的低点 好我们从这里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说 国家净值比对我们投资的话 是有一个参考价值的 好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重点 我们来归纳一下 国家净值比等于股价除以每股净值 每股净值在财报上有 好 那注意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 以指数作为例子 但是个别公司的话 有它的资产跟负债 然后得出净值 对不对 那常常会有一种股票容易涨 就是说呢 它在估它的净值的时候呢 有些它的隐藏的价值没有出来 比如说它的土地已经涨了 但是它还是用当初的成本在列 那但是有的时候 或者是它的负债比预期的多 或者这些都是我们在分析 或者说你这个股票 如果要买很多 压很重的时候 就是要看得细一点 一般来讲 股价净值比如果低于 可能低 我们讲可能哦 不是百分之百 未来会为各位投资朋友讲 为什么 股价净值比如果太高 或太低都要特别谨慎 因为太高的话呢 我们讲股价净值比 不是适合所有的股票 有些成长股 的确股价净值比很高 那么他们呢 不适用股价净值比去做评估 但是如果真的很高 那它也代表它其实风险是存在的 那么适用在什么呢 国家净值比适用在指数 循环性的产业 循环性的产业 以前我们在产业分析里面提过 还有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比如说面板厂拉 那么半导地厂拉 这种就是资本密集的产业 好 这样我们这一集就跟投资朋友 提到股价净值比了 那股价净值比在深入 用在企业上面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看待和评价呢 我们会在下一段的影片 为各位投资朋友来分析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